SGC 回来讲戏 喂!SGC 回来讲戏 今天讲什么? 先说完,这一套就不是叫Triple Thread 即是Tony和我之前做影评那一套 导演是J.C. Chandler 他之前呢 就做过The Most Violent Year 就是跟Oscar Isaac 跟Jessica Justine做那一套 那一套古鸭仔片 接着导演也是他 跟Mark Boell 故事就是Boell 导演的,Boell之前也导过 Turt Locker,Zero Dark Thirty Detroit,哇!那一套很棒 接着Triple Frontier 那...有哪个呢? 也有很多人 Ben Affleck,Oscar Isaac,Charlie Hunnam Garrett Hudlin,Pedro Pascal 那就是这么多 女人不多 那这套电影是说什么呢? 那就是特务 即是一组 一组特务队 他就退休了 即是出来了 Oscar Isaac还上班 其他就没有在军队做 那就是... 散了 接着就说 Oscar Isaac说 喂!大家! 我們... 偷钱! 跟... 順便把这个... 老闆 就是这样整套电影了 那我个一点呢? 其實我看这套电影之前呢 我都知道JC Candor 做了一套 《Most Violent Year》 我都一般的 接着现在做这个影评 才知道写的那位 故事是Bowell写的呢? 我就觉得 发生了什么事呢? 是不是导演是不太了解 这个故事内容的铺牌 所以这套电影变成这样呢? 但我看完这套电影 又不觉得不是太多 即是再想深一点 不是再看一看 其实这五位主角呢 都... 默契... 和演技 都OK的 Oscar Isaac做得很好 即是他现在很明显是... 证明到他是一个... 真是做了很多不同种的角色 即是有... Star War啊 又有... X Machina啊 又有... 这套啊 又有... X-Man Apocalypse 那套电影都有 那他个... 即是他那些... 演技... 的Skills 都做得挺好的 那是啦 这套电影其实我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就觉得 他的铺牌 即是好像... 即是预告 如果你看过呢 就好像很多枪声 其实都... 歐環很容易 但是你会觉得 那个格子就是一个枪声片 多过... 一个... 聊天片 那这套电影就说话多的 那我就觉得真的... 其实... 可能是铺牌慢了一点呢? 或者他了解到他们的默契是好 但是又... 没有放那么多时间下去呢? 其实我觉得这套电影是... 给大家看到是... 那这条... 有 就说... 我要对了这个... 老板... 老板... 我是不够了的 所以我要叫我那些旧老友... 死党 出来... 那出来... 就是... 偷钱加上对了他 就是... 喂... 我们都... 没有钱收了 就是... 如果你在... 如果在外面做事不是军人 哇... 你赚钱赚到... 爆了 就是我觉得很有奇怪 这一排这些... 好像这些... 劇集游戏又用这条线 用得太多了 好像那时候... 就是... 那些... 军佬是不是这么多用... 真的因为钱会...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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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做坏事呢? 其实很久都死了的 所以我就觉得... 就是这些是兵 但是... 他们没得说我今年... 我其实杀了多少个人 我是不知道多少个人 然后我就觉得... 哇... 你脱了这个游戏 就是... 可能那个负呢... 就太负了 就是... 我怎么说负呢? 就是... 想想一下... 他们一开幕呢... 就可以解释了全部人 就是... 我出了军队之后做了什么 就是... Ben Affleck又有买车... 买房子... 但是又买得不成功了... 等等... 就是... 你可以的... 你值钱的... 你值这些钱的... 你回来做这个工作 你就得到的了... 接着就... 就... 發过聋啦... 接着就... 那我觉得... 为什么你负到这么多... 你就说... 我不要做的... 你以后不会做的... 就是... 没玩意啦... 接着就很快地就变成... 我们一起... Yeah! 好开心! 接着... 就是... 我觉得... 他们... 铺路啊... 去侵... 入这间屋...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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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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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走的时候又不行... 车又不行... 直升机又不行... 接着... 又被人追... 然后开开心心... 其实我觉得... 这部电影最想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 其实... 我看电影又不是说... 很了解... 说一定要... 要有解释... 要有理由... 没有了就不行的... 但我觉得这部电影真是... 去到一个地步... 就... 嘩... 这部电影是为什么呢? 是不是真的这么浪费时间呢? 就是... 最后都好像... 是浪费时间的... 就是... 喂... 你最后就... 那些人就... 我给他一些钱... 我好像很内疚... 那样发生了... 大哥... 你内疚那个人走了... 但是其他东西呢? 就是... 你有没有内疚这个东西呢? 我觉得... 他们之前是很不想做... 然后... 做回一个好人... 然后... 这件事发生了之后呢? 就是这样了... 所以我觉得... 他们铺牌的故事... 就... 就... 真的... 如果他再内疚一些... 哇... 我们是... 犯了法的喔... 我们被人抓到的... 那... 可能会... 接受多些... 但是他... 他最多的是... 喂... 我们... 这样啦... 就是我的朋友变成这样... 我们很内疚... 但是我们杀了这么多人... 很好... 那些钱... 偷了这么多而已... 但都可以的... 那... 是啦... 所以... 都不知道说什么... 好啦... 其实这套东西... OK... 看完就看完啦... 就是Netflix上的... 大家看都不用付钱的... 那我也可以的... 就是... 看到是Oscar Isaacs... 做... 做... 那个演技很好... 所以... Charlie Henning... 都是做回我... 他平时做的... Ben Affleck... 就是懵懵懵懵懵... 接着... Garrett Hudlin... 做一个很串的弟弟... 都可以吧... 所以他的演技... 我都没了太多东西... 好说... 所以... 影又不是很震撼... 但是... 铺牌都... 动作来说... 我都OK的... 那... 所以... 可以说到这么多了... 所以... 如果大家都是... 你在说什么... 我都自己觉得... 对啦... 这套电影跟我说什么... 都不知道... 是啦... 那就说完了... 记住大家... 继续看... 继续Like... 继续Subscribe... 和Share... 那就说完了这套... Triple Frontier...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